其实跟我们一般的印象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是 美军驻在外国的军队 比如说驻在韩国啊 驻在日本啊 那些待遇会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他有驻国外的家籍 然后驻房津贴啊什么这些东西 如果你这样算的话 就以一般的这种二等兵 一等兵这样来说的话 他们一个月好一点的 可能到五千多美金以上 那差一点的大概有四五千美金 所以这样听起来 一个月就十几万台币啊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蛮好过的 可是问题是 如果不是这些住在国外的 是在美国本土的 那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特殊家籍的话 他如果光算底薪 他一个月大概是一千多块美金 一千五六百块 然后再加上其他一些家籍什么 大概两千多块钱 津贴啊 两千多块钱美金 两千多块钱美金 在台湾你也觉得说也还不错啊 对啊 但是他住的地方是美国 就不一样 他如果又要养小孩 又要养这些东西 那他的经济压力确实非常大 他自己本身在军队里头吃饭 那些当然不是问题 可是他要养他的家人啊 那你要知道很多人 尤其是一些比较中低阶的这些 士官或是士兵 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去参加美军 很少是因为他志向 你想报复 通常不是这样 通常是因为他家里 有经济上面的问题 没有办法让他去更进一步 比如说求学或干嘛 所以很多人他为什么要去当兵 目的是因为你当了兵之后 他们因为美军的有一些福利不错 所以第一个家庭能够照顾到 第二个就是能够让他去念书 他们很多是把美军当作一个跳板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达成这个跳板的时候 单只你美军的士兵的薪水 其实在美国本土 他一直不会太好过 所以这也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现在美国自己本身物资 物资相对缺乏 他的一些粮食也开始短缺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那他士兵本身可能没问题 可是他要照顾他的家人 以他的薪水来讲 就会面临到很大的难题 所以美国不是大家想象中 真正富裕到那种地步的国家 对 但真的很难想象 我们平常说饥饿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会发生在美国军人的身上呢 他们不是应该福利很好吗 福利到底有多好 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说明 可是你想想看 我刚刚不是一开始讲了吗 是美国的参议员自己都这么说 点出了这个问题 而且还说很多美国人 其实自己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事 就是这一位曾经担任过黑鹰飞行员的 Tammy Duckworth 韩美参议员 民主党这位联邦参议员 他还来过台湾啊 但是你知道他说 美国人不知道这件事 军人之间确实人人都晓得 所以他就说了 这个地球上应该最强大的军队 就是美国军队啊 但是比较低阶的 有子女的已婚军人 家庭往往是饥饿状态 如果老担心孩子没饭吃 哪能专心执行的使命跟捍卫我们的民主呢 所以有一个情况真难想象 包括ASYMCA和蓝星家庭这一类的食物银行 多半都是跟军人有关的 遍布全国主要军事基地附近 所以还要来运送补给给这些军人吗 亮哥参议员这样讲的耶 不这个并不是美军个人本身 而是他的家庭 因为美国去当兵的大部分还是中下阶层 然后比如说我举例 比如说黑人 黑人在美军的比例要将近20% 就很多人去重居嘛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那可是他离开了 那家庭小孩子还是多 谁来顾 那他的妻子可能就是没有就业 所以重点是在于 他可能还是住在比较穷的社区了 那那个穷的社区就会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所以因为他讲的是说 有小孩的低阶士兵 那这个确实就是社会问题 而不是说那个黑人士兵 你养不起自己不是这意思 而是说他有家庭 可是他是一个低阶层的家庭 然后他低阶层的家庭 就是会有美国的特征嘛 美国特征就是小孩多嘛 然后社区常常治安不好嘛 然后妻子很多都没有就业嘛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 所以他自己就完全不像我们讲的说 可能自己有温饱 然后呢也可以毫无后果之忧 家人其实还没临到饥饿的问题 美国在海外的军人有二三十万 所以他是随时要掉来掉去的 那以防你不可能家庭都跟着走啊 对不对 那没有办法跟着走 那那个士兵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嘛 那他可能就把钱寄回家这样 可是家里的状况可能就相当不好啦 那当然这个就是有阶级之别啦 我们现在讲的一般就是说 事官以下的 事官以下确实有这个状况 好 所以呢刚刚我们点出有这样的问题 参议员都这么说了 而且还是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 那我们就看看 本来我们都说 到底美国的军人 就像刚刚韩兵一开始讲的 到底他们是为了什么 是为理想报复吗 还是为了福利好的问题呢 所以你看美国陆战队说 75%的队员 服完第一期的一期就退役了 因为可以拿得到的福利拿得到的津贴 都可以到手了嘛 所以我就服完第一期 我就可以退役啦 但是说来说去 到底福利有多好呢 赵新 你看喔 这个里面说有什么大学奖学金的啦 有健保的啦 美国医疗健保什么健保都很贵嘛 所以有这个真的有差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津贴啦 甚至你要买房子的话说那个贷款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说没有投期款啊 利率都很低耶 所以真的是好 好像福利真的非常好 差超级多的 坦白讲 差超多的 那你所了解到情况 没有投期款以后也是要负 也是要付啦 但是美国的消费习惯都是 你有先得到这个Long 你先得到这个贷款 你就会先去做嘛 那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啦 常常是这样子 就像以前我在加州住的时候 我的对面 鞋对面的邻居 就是美国大兵 他是加拿大人 然后他就到美国来当兵 那当兵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你可以有美国籍啊 美国籍 你可以享受美国籍 加拿大人比较没差啦 可是他就是有这个资格跟权利 然后小朋友也可以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 家人也可以 第二个讲的 他们都去念大学 因为大学不用学费 大学在美国是非常贵 美国最贵的两个 就是第一个念书啦 第二个就是看医生 看医生非常贵 所以如果你当兵的话 第一个你有美国籍 第二个你看病不要钱 这个差超多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最贵的这个念书的事情 他可以帮你处理 那都是大钱 那都是随便两三百万台币的大钱 就是都会动辄八九万美金 到十万美金的大钱 你就不用去烦恼这些 所以家人这个住的话 也有这个补贴跟福利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说在有外派任务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那个家籍那些东西 都是非常好 可是这几年这个事情就改变 改变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个 这个美国的房价 其实是上涨 如果以加州来讲 跟我十年前比 那不是两二十二成三成 飙涨 两倍三倍啊 那你这个补贴 不会两倍三倍往上走啊 所以就算有补贴 也是很贵我倒不掉 第二个最近美国通膨 通膨就很严重 所以就算有这个 一般死的这个补助 还是一样对于家人来讲 很难去帮助他 而且这个其实有一个倾向 就是说做美国大兵的人 通常这个家里面 比较去依靠他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他们家里面 本来就会有一些 工作上的困难 当兵是最快的方式 所以女性去工作的比例 稍微偏少 就一家一个人养全家的机会 是比较多的 然后第二个我们刚讲 通膨又上来 所以压力是非常的大 跟我们以前比呢 是天壤之别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其实前线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困境 就是如果连当兵的人都这样 美国的福利 我们觉得在世界上 印象是属于属于 连大兵的家庭都这样 那一般人的家庭 中下阶级的家庭 现在面对的困境 会比这些军人家庭更多 所以他浮现到军人家庭的时候 其实他下面是冰山啊 军人是上面的一角啊 军人连这个国家 养的这个福利这么好的 都变成这样的时候 那你下面的这些 没有这些福利的这些朋友们 他要嘛就是没有这些期待 要嘛就是彻底的失望 或彻底的绝望 所以美国现在下面的这个情形 确实算是蛮严重的 那如果说这样 有工作都是这样 没工作的更不用想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